大家好,我是坦皮书,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7月1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截止到这个时间7月18号上午9点半 根据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报道 说乌克兰军队重新夺回了托列斯克以南阵地 俄罗斯军队最近在哈尔科夫以北 以及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 阿弗迪夫卡和武赫勒达尔 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市以北和东北部持续袭击中 最近在哈尔科夫市以北推进 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 7月17日发布的地理定位镜头显示 俄罗斯军队最近在赫利伯克以北 哈尔科夫北略微推进 俄罗斯军队最近将乌克兰军队赶出了赫利伯克以北的阵地 在过去几天最重要的战场变化 应该是乌克兰军队从蒂尼泊河左岸赫尔松的克林基撤离 这个克林基咱们在去年一直经常介绍 尤其是乌军在扎伯罗斯大反攻的时候 在赫尔松左岸的克林基的这个乔德堡 乌军也是打得很凶 克林基一般被认为是乌军反攻克里米亚的一个重要支点 但是就在乌军控制克林基乔德堡八个月之后 乌军被迫放弃克林基撤离 主要原因是俄军炮火尤其是航空炸弹 也就是那个FAB三千炸弹 这个乌军没有办法在那坚守 只好撤离 但是乌军撤离克林基不足以动摇 乌军在蒂尼泊河左岸赫尔松州的攻势 因为包括哥萨克营地在内 其他几个乔德堡依然在乌军的控制之中 反过来对俄军来说 俄军现在控制克林基村恐怕他也很难守住 俄军将遭到乌军这个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 俄军被乌军大量杀伤 乌军的无人机可以轰炸这个地方 根据一些媒体报道 乌克兰的警方透露 长达八个月的战斗中 也就是在克林基 乌军已经坚持了八个月 乌军在克林基有788人失踪 多位参加了克林基作战的乌军官兵 都对战场请困难印象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尤其是面对俄军滑翔制导炸弹轰炸的时候 俄罗斯空间军现在主要是依赖FAB3000 还有FAB1500这种滑翔制导炸弹 攻击乌军的阵地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乌军现在急需F16战机 急需巩固自己的制空权 这个环球时报报道啊 它说乌海军称已摧毁俄军28艘战 战舰 当地时间7月17日 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发言人普莱滕丘克 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自2022年2月以来乌军已摧毁俄军28艘战 其中包括在甘船屋中被击毁的 俄罗斯顿河和罗斯托弗号潜艇 实际上啊 这个28艘应该都是黑海舰队的 黑海舰队水面舰艇差不多 论吨位算啊 一半以上已经被摧毁 大型的舰艇摧毁的最多 莫斯科奥巡洋舰已经沉到海底 连这个在甘船屋里面维修的潜艇 都被炸成两截啊 太狠 黑海舰队啊 现在黑海还在 舰队呢 咱们的实话实说啊 就一半他已经转到地下 水底 黑海海底啊 一半呢 转移到这个新罗西斯克 已经不敢出来了 乌克兰海军发言人 就是向这个基辅独立报证实啊 俄罗斯黑海舰队最后一艘巡逻舰 于7月15日离开占领的克里米亚 从此啊 这个黑海上面 就没有黑海舰队啊 来这个吴阳威 因为他连的母港 斯瓦斯托布尔都保不住啊 出来就挨炸 只要敢出动就得挨揍 久未露面的 俄罗斯的自由军团 你也有消息了啊 跟着媒体报道啊 说自由俄罗斯军团战士报告称 在俄罗斯比尔摩附近 俄罗斯军事装备 遭到他们的破坏 比尔摩州大萨维诺机场 有数件设备被烧毁 这个地方啊 离乌克兰边境 将近1500公里 这真正的是俄罗斯的腹地啊 居然这个地方 遭到俄罗斯自由军团的打击 主要是一个空军基地 很多装备被烧毁 那无非就是雷达和备机 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没有说法 俄罗斯媒体报道 乌拉尔运输机械厂正在起火 这个就位于叶卡杰林堡 乌拉尔运输机械厂啊 可是俄罗斯啊 重要的军工综合体企业之一 专门生产军事装备和机船 它也是俄罗斯唯一的 一家生产自行撩断炮的企业 它如昨天啊 燃起了凶凶的大火 到底是烟头惹的货呢 还是乌克兰的无人机 轰炸的 还是自由军团来破坏的 现在还不太清楚 根据美国这个新闻周刊啊 网站7月17号的报道 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啊 在俄罗斯境内 那是入无人之境呢 活动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高调 越来越肆无忌惮 以至于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 位于莫斯科伊北小镇 瓦尔代的住所 现在配备了多套防空系统 这次有媒体报道称啊 普京的这个住所附近 安装了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铠甲防空系统有什么用呢 连S500都被人揍就吊打呀 现在啊 有卫星图现证实 有多套这样的系统 分布在重兵跋舍的住所周围 一套铠甲不行 多搞几套铠甲 有什么用呢 可能长期住在地堡里面 见不得阳光啊 这还是不行 偶尔的出来活动活动 回到他那个莫斯科北郊的 一个小镇叫瓦尔代 那是他的工地 那是他的家呀 老住地堡下阴暗潮湿啊 人受不了 时间缠了容易发霉 这个7月17号啊 是马韩MS17航班坠毁十周年 2014年7月17号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 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客机 在顿链刺库上空被击落 机上共有298人 调查证实 导弹是由俄罗斯的 商贸局防空系统发射的 俄罗斯对这起悲剧负有责任 荷兰法院审理了这起空难案件 欧盟再次呼吁俄罗斯承认对马韩MS17 航班坠毁事件负责 欧盟强调联合调查组在荷兰地方法院诉讼期间 提出并提交给欧洲人权法院和欧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的证据 清除表明用于击落飞机的商贸主任空导弹 无疑属于俄罗斯武装部队 欧盟重申全力支持所有旨在根据联合国案例会 决议查明真相 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的努力 这个对流氓有什么好说的呢 俄罗斯不承认 这个事情查了十年了 证据确凿 但是俄罗斯不承认 只能把他打服 所以这个荷兰的首相吕特 荷兰的现任新首相 他以前就是负责调查这个空难的 应该是叫情报局局长 他对这个恐怕非常了解 那个首相吕特 所以他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 首先啊 第一个答应给乌克兰援助F-16战斗机 不遗余力啊 这个新首相一上来 那更是加码援助乌克兰 不仅给他F-16战斗机 还给他几个亿的这个F-16战斗机 用的导弹和一些武器啊 送就送全套 这个前首相吕特呢 跑到北约当秘书长去了 你看看 这个迪宝老人命劲这么碰到的都是死对头 你说荷兰人这个仇能不报吗 如果不把俄罗斯给打败 他这个仇永远报不了 荷兰跟俄罗斯之间的结的仇 没有办法化解 这个才是真正的啊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荷兰终于逮着机会了 所以他就拼命的帮助援助布克兰 十周年之际啊 欧盟重提这个事情 需要俄罗斯负责 说明啊 这一篇还没放过去啊 不要以为这是过去了 仇是必须要报的 刚才说了这个黑海舰队啊 已经只剩下黑海了 这个根据俄新社 7月17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宣署命令 批准乌克兰国家安全 和国防委员会 有关该国海上安全战略的决定 开始生效 该战略要求 建成包括所有兵种的海军 并确保北约部队 在黑海的长期存在 乌克兰海上安全战略的目标 是确保战备 并系统有效的应对 出现在乌克兰 近岸水域领海 和涉及乌克兰经济 和其他利益的 世界大洋区域 海上安全威胁 确保北约部队 在黑海的长期存在 以及与伙伴国家 在亚述海和黑海水域 开展联合或协同巡航 这个黑海舰队 已经被摧毁 这是啊 迪宝老人最大的损失啊 因为迪宝老人心心念念的就是 黑海沿岸的这些城市 港口 心心念念的就是黑海舰队 就是塞瓦斯托巴尔 结果全被打没了 对俄罗斯来说啊 简直就是越渴誓言 这俄罗斯就需要那个温暖 这个不动港 俄罗斯领土非常辽阔 浮原辽阔啊 但是它漫长的边境线 主要是在北极啊 它这个没有适合的不动港 波罗的海上面 有一个加里林格勒吧 但是那个好像进出也非常不方便 就在挪威啊 什么瑞士啊 这些国家眼皮子底下 就被人看得一清二楚 看光光啊 所以唯一的啊 值得称赞的就是黑海 俄罗斯人在这搞了三百年 跟土耳其争 跟英国争 结果现在呢 凭运气抢来的黑海 迪宝老人凭实力 把它输掉了 为什么说凭运气得来的呢 那就是苏联 二战的时候 天赐良机啊 成为同盟国 盟军嘛 打败了这个周星国 这不是天赐良机啊 结果克里米亚半岛 落入这个俄罗斯的手中 或者叫前苏联 这回啊 迪宝老人是拼实力 把它送掉的 我们再看看外交 以及国际援助 媒体报道啊 挪威援助的六架F16 将于近期交付 有可能第一批到的 就是挪威的啊 这六架 周三 德国国防部长斯托琉兹 在访问艾尔福特的一个 后营后勤银时 承认说 德国明年 对乌克兰的 40亿欧元援助 预算肯定不够 不过 他声称 来自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 收益 将弥补缺口 这个德国人说啊 明年啊 给俄罗斯 给乌克兰援助40亿 这40亿太少了 本来预算是80亿欧元 现在只有40亿 德国人说啊 但是不要急 缺口啊 就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 来填上 你说这个对 迪宝老人来说啊 是好消息呢 还是坏消息 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减半 坏消息 那就是不够的 由俄罗斯的资产补上 7月18号 还是这个德国国防部长 他说啊 在德国部署美国远程战术巡航导弹 和高超音速武器 将是对俄罗斯在加利林格勒地区 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的回应 这个俄罗斯在加利林格勒 还有在这个白俄罗斯 部署这个战术核武器 在加利林格勒部署这个 作为回应 德国境内啊 部署美国的远程战术巡航导弹 他解释说啊 美国把这些武器部署在德国 目前任在准备过程中 但我想成见的是 我们谈论的是常规武器系统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防止局势升级 如果每个人都清楚 德国和北约有能力 成功保护自己 我们受到攻击可能性就会见地 德国人什么意思呢 就是兵来将打 谁来土验 就是你在那儿部署这些武器 那我也部署 实际上就是双方对抗升级 那你俄罗斯想保持优势 保持震慑 那你记得在那儿加码 你一加码 德国他又加码 双方啊 实际上就是这种 看谁钱多 看谁能扛得住 看谁能扛得起号 迪巴老人一面 在乌克兰投入大量的资源 一面还有在加利林格勒 在白俄罗斯 跟德国号 这不就是腹背受敌吗 根据路透社报道啊 说北约秘事长斯特尔特梅格 7月18号在英国参加 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时说 我们已同意建立一个指挥部来协调 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和培训 该指挥部将于9月开始运作 在德国有700名人员 你看看 整个的是不是把德国就变成一个中心 一个桥头堡 又是在德国部署这个美国的巡航导弹 超运速导弹 又是在德国成立这个北约的指挥部 整个的协调 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培训 俄罗斯副外长 李亚布科夫 星期四说 俄罗斯不派出部署携带 核弹头的导弹 以回应美国这一举动 刚才我就说了 双方升级嘛 现在啊 俄罗斯有可能在那儿部署 带有核弹头的导弹 那美国也会部署 那就看双方比拼 这就是要拖垮地部老人的节奏啊 这个欧盟的习弗德拉恩呢 他承诺啊 说一旦他在该职位连任到 2029年 也就是说他要连任下一个任期啊 他承诺将把欧盟 变成一个防务联盟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啊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这欧洲人人家自己已经动起来了 欧洲人自己要保护自己 就是说欧盟本来是个经济组织啊 北约是个军事组织 但是欧盟和北约有重合 但也有不重合的地方 你看土耳其输入北约 但他不是欧盟 现在冯德拉恩说啊 欧盟啊 他要发展成一个防务联盟 那就不光是个经济组织了 还有部队啊 军队啊 是要防御啊 就像北约一样 小北约 无非就是都是欧洲国家组织 没有美国 就是欧盟现在的国家 得要加上武力军队 佩斯科夫在回答关于克公 对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拉恩言论如何反应时 说俄罗斯联邦过去和现在 都不对欧洲联盟任何人构成威胁 在乌克兰 俄罗斯在欧盟国家排除了对话 和考虑俄罗斯关切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 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当然这一切迫使我们 也相应的调整我们对外政策方针 佩斯科夫对记者说 显然 冯德拉恩女士 谈到了优先事项和变化和转变 实际上 欧盟为这里联盟 付了军事色彩 佩斯科夫说 客公认为欧盟在防务联盟框架内的工作 将与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内的合作交叉 佩斯科夫说 这证实了欧洲国家对军事化加紧 紧张局势 对抗和依赖其外交政策对抗方法 总体态度 什么意思呢 这个俄罗斯人呢 就在狡辩 说我们对欧盟这些国家 没有一个有敌意的 我跟他们都非常好 这个乌克兰又不是欧盟国家 这是第一个 但毕竟还没有加入欧盟 第二个是乌克兰 那也是我们跟他谈无可谈 一切手段都不起效果的情况下 被逼动手揍他 你说这不就是流氓吗 那你跟波兰 你到时候也是谈无可谈 让波兰割让领土 他不割 我没办法 只能揍他 然后再是波罗的海散国 对吧 让他们割让领土 他不割 没有办法 只有揍他 然后还说啊 你们欧洲不要怕我 我跟你们没有仇 跟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威胁 欧洲人还相信吗 欧洲人连北约都不信了 这个欧洲人呢 他现在底线思维 万一特朗普啊 给那个万斯梁上台了 不援助乌克兰 那欧洲怎么办 欧洲是不能接受乌克兰失败的 乌克兰要失败了 乌克兰土地换和平 那要不了十年还要打仗 这个是必然的 没有什么能阻止 地堡老人的脚步 只有大炮 只有把他打败 否则的话 他只要得逞 路径依赖嘛 俄罗斯本来只有 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 现在是 一千七百万吧 什么概念 都是靠这么手段 抢来的 俄罗斯要把黑海 打成俄罗斯的内海 这就是他的想法 不仅要把黑海打成内海 还得要把 博士普鲁士海峡 什么达达海峡 总之通往地中海的路 都得站上 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梦啊 这就是杜金 这个俄罗斯的大脑智囊 地缘战略 什么欧亚学说的 奠基人啊 杜金 还不就是理论吗 所以人家欧盟啥一笔说了 所以说这个 冯德莱恩呢 也巧了 就是这个普京的死客 死对头啊 人家就要把欧盟军事化 欧盟军事化干什么 就是针对俄罗斯 就是以防万一 万一你 我不援助乌克兰 只有欧洲上 迪宝老人还依赖 欧洲人呢 随进 欧洲是随进 对吧 比如匈牙利 这些国家 一有机会 还是想求和 领土搁点不要紧 这个 9月18号 在英国举行 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 欧盟轮职主席 匈牙利总理 俄尔班 对媒体重申 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不在战场 而在停火谈判桌上 欧尔班强调 他将继续说服欧盟及欧盟国家领导人 接受他的主带和平建议 当然了 欧洲议会7月17号 高票通过 决议 称欧尔班连日前 反俄并会见俄罗斯总理 公然违反欧盟条约和共同外交政策 匈牙利应该为这些行动承担后果 有人提议要把这个欧尔班给他赶下去 不让他当这个欧盟冷军主席 说到这个杜金 最近这个杜金很有意思 他不是有个微博吗 他今天发了个微博 居然挑拨中国跟北约的关系 虽然中国跟北约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挑拨这是另当别论 这个亚历山大杜金他说 北约正在讨论没收中方海外资产 在北约与俄罗斯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背景下 他们开始打起了中国的算盘 但他们可能不会等待 可能会很快采取行动 毕竟防患于未然 他们首先将目标 对准连来大国在海外积极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 例如大国人拥有希腊的比雷 埃夫斯港和黑山的巴尔港 此外大国公司还持有 路特丹、布鲁日、热纳亚、瓦伦西亚 和伊斯坦布尔港口的股份 你看啊 这个俄罗斯人多坏吧 挑拨 这个杜金啊 为什么说挑拨呢 捕风捉影呢 首先一个 俄罗斯到现在为止 制裁俄罗斯的不是北约啊 是欧盟啊 欧盟和美国 北约是个防御组织 他怎么制裁俄罗斯啊 他是个防御组织 他怎么制裁呢 你说照这种谣言 连俄罗斯北约还没制裁呢 没听说北约制裁俄罗斯吧 欧盟 它是个经济组织 可以制裁 美国可以制裁 北约是个防御组织 连俄罗斯都没制裁 要制裁的话 他先制裁俄罗斯啊 所以你看啊 这个杜金啊 就不知道哪听了这么一句话 就开始挑拨 你要说欧盟要制裁中国 这个保护学家说得过去 欧盟给俄罗斯 那是14轮制裁 而且这一轮呢 还要延长半年 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人是最坏 自己到处侵略 还到处挑拨 散步啊 大俄倒下 下一个就是大国 这种言论呢 就是杜金啊 俄罗斯人 然后这个头部黄俄 在国内到处炫扬 什么只要大俄一倒下 下一个目标就是大国 这个里面非常荒唐 为什么荒唐 第一个 好像大俄不倒下 那人家目标就不是你大国 这个能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啊 就是人家对准不对准你大国 跟俄罗斯没关系 说这个话的意思 让大家信了 对谁有利呢 所以说对谁有利 这个谣言就是谁散步的 这个道理好懂吧 什么俄罗斯倒下了 下一个就是大国 你只要信了 那你就在帮俄罗斯 谁得利啊 谁得利 谁散步这样的谣言 现在这个黄俄啊 头部黄俄 现在调子变相了 因为这个特朗普啊 好像重返白宫啊 感觉这个 按照黄俄的说法 就稳了 因为前几天 黄俄的时候 还在为特朗普 加油 鼓劲 在那个嘲笑 更远了 更极端 特朗普他也说 联俄治大国 但是好像也就是嘴上说说 偶尔说一下 这个万斯呢 根本就赤裸裸的 以大国为敌 这一下这个黄俄 CPU就干烧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继续按俄爹的意思 支持特朗普吧 到时候这个特朗普万斯啊 要联合俄爹 要干大国啊 咋弄呢 所以现在有的黄俄 机灵的啊 开始论证 俄爹是不可能倒下美国的 俄爹这个方美的大旗啊 举的要很高 还有的黄俄论证 说这个俄爹 跟大国经济啊 密切绑在一起 石油卖个大国 天然气卖个大国 所以啊 经济越来越紧密 不可能啊 背弃大国 跟美国没来远去 很有意思啊 就是这些头部黄俄 现在开始绞尽脑汁的 在道德绑架俄爹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 德贝杰夫啊 作为这个俄罗斯 口炮界的天花板 口炮一哥啊 梅德贝杰夫 每次一出产 都不让我们失望 这次啊 这个梅德贝杰夫 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刺激啊 喝了多少早酒啊 他说啊 古巴比伦和印度的法律 以及旧约和古兰经 赋予俄罗斯对西方对手 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什么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原则 具有历史性 他已经在 汉姆拉比法 马努法 十二个表格的法则中 指定 当然 还有旧约和古兰经中 因此 邪恶可疑 有时候需要得到 邪恶的奖励 这个梅德贝杰夫啊 在接受 论点和事实 这个杂志采访的时候说 你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 他说啊 俄罗斯考虑了 数百万人的命运 并意识到 自己对人类 历史责任 到目前为止 我强调 我们没法 设法防止事件 最坏结果的人 除其他外 这在我们 核威慑领域的 国家政策基础中 确立了这一点 就不知道这个 梅德贝杰夫啊 这他喝了多少啊 甲酒 他居然从什么 古巴比伦 古印度的法律中 这个旧约 圣经 古兰经中 找到了 就是赋予 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对抗西方的权利 简单的说啊 这就是善天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打不过 我随时可以用核武器 把你们诈平 老规矩啊 我认为这还是他 针对迪宝老人的 他知道迪宝老人 不敢用核武器 所以他老是刺激啊 老是供火教油啊 老是直散骂坏 让迪宝老人用核武器 这不仅是俄罗斯的法律 赋予这个迪宝老人的权利啊 而且还是古兰经 这个圣经 哈姆拉比法等等 赋予这个迪宝老人的权利 你还怕什么呢 你倒是用啊 一用你就完蛋 对吧 你一完蛋 梅德贝杰夫就有了出头之日 最后再看看新闻啊 俄罗斯媒体称啊 朝鲜高官 反莫斯科时 溺水遇难 居悉一名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曹县官员 游泳时 其遗体隔日被巡获 这个官员就是曹县 什么一个大学的校长 哎 他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 游泳池死了 当地警方表示 该官员疑似下水后 心脏病发作而溺亡 给我感觉 迪宝老人不仅 对吧 在他国内开展这样的业务 他也为这个友好国家 顺便做点这个业务 曹县啊 司令官不方便出手 那就送到俄罗斯啊 让迪宝老人出手 迪宝老人干这个 那是相当的擅长 驾轻就熟啊 迪宝老人这件业务 还可以出口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